神奇的麦克风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 我们大家要好好相处 再给我一个忙的 就是要相互尊重 还有 这么快就下课了 KK明天再继续发表吧 是老师 为了大家更好的生活 朋友之间就要互相听取 各自的意见 自己练习的时候挺好的 KK在吗 这不是桃吗 我过来把上次借的东西还给你 嘿嘿嘿 谢谢你KK 这个是演讲稿 是在练习发言吗 练习也没用 都没人听 是那样的吗 我知道了 可能是因为说话声音太小的原因 声音太小 哦 哦 KK 你说话的时候声音太小了 是吗 哦 用那个看看 嗯 嗯 嗯 这是我做的麦克风 还有音响 哦 对着他说话就会更大声音 哇 宝贝啊 这下解决问题了 声音大了 声音大了 大家就会好好听的 加油KK 嗯 桃 谢谢你啊 嗯 嗯 在各种方 方法的 KK 麦克风 麦克风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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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 啊 啊 啊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 嗯 怎么回事啊 喂 KK 这是发言 你用什么麦克风啊 嗯 对 对不起 我怕因为我的声音太小 你们听不清 哼 这还用耍花呀 秀英 不能对朋友那么讲话 太伤人了 哦 没关系 小明 都怪我不会发言 同学们 KK只是想好好做一次发言 我们应该认真听 如果用声音大小来判断发言好坏的话 那默默肯定第一 那 那是 我只是 什么 你给我闭嘴 怎么说着说着就提到我的名字呢 叫什么 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小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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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发言的时候从来没用我麦克风 大家 先别吵了 哎呀 吵了 别吵了 安静 安静 哦 不是因为我声音小啊 那 那到底是为 为什么不爱听我的发言呢 为 为什么 我求你们听我讲 KK 我很想听你发言 开始吧 好的 KK 我也想听你说 我也要 我也要 快讲吧 KK 真的吗 知道了 就是说朋友之间想要友好相处的话 就要互相拼取各自的意见 大家怎么这么爱听我讲话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麦克风的线路变得异常了 有的线路交叉了 嗯 怎么会这样 嗯 是不是 在上课的时候 有这样的眼泪 进入了麦克风后 发生的线路交叉呢 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异常 是 没错 从现在多水 大家再也不会无视我的话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哎 这是什么呀 哎哎哎哎 最不喜欢的胡萝卜 胡萝卜对身体多好啊 大家都不许剩下 必须全部吃掉 怎么办 我也不想吃胡萝卜 有了 大家 要多吃胡萝卜 胡萝卜 看身体好 所以吃得越多身体越好 哇 我胡萝卜看起来很好吃 多吃胡萝卜 会对皮肤好 都是我的 喂 KK 你要是不吃 那我吃啊 成功啊 好饱啊 胡萝卜 真好吃啊 大家怎么这么快啊 就把胡萝卜都给吃完了呢 哦 反正是吃完了 大家去踢足球吧 哈哈 哦啦 走吧 哦 我不想踢足球 大家 一起去图书馆看书吧 哇 啊 对 对呀 看书吧 走 哎呀 我的头好晕啊 呃 嗯 等等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看书呢 哦 是啊 不是说要踢球的吗 怎么这么莫名其妙呢 哼 大家的记忆都异常 感觉好奇怪啊 嗯 对呀 最近大家常说奇怪这句话 是啊 我来到图书馆看书也很奇怪 我不喜欢看书啊 等一下 去宿舍 去图书馆 踢足球 不都是KK的意见吗 哼 还有 KK每次说话 都对着奇怪的麦克讲话 哦 哦 哦 那 那是 那是因为 对不起大家 哦 哦 果然 是你干的 快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快点说 哦 哦 那 那是 偶然的发现了这个麦克风 产生了一种能说服对方的能力 麦克风 哦 所以你就开始 用它来操作我们的生活 KK 哦 那是因为 你们都不会认真的听我说话 那也不能利用机械的力量 那样做是不对的 当然是不对的 快把那个麦克风交出来 给我 快点 给我 那种坏东西要毁掉 不 不行 这个不可能再做一个了 等一下 哎 什么事 你不要责怪他了 大家想想 我们是怎么对他的 我们没错吗 哼 我们没怎么样啊 我们不是没好好地听KK讲话吗 喂喂 怎么能这么说呀 我们不听 难道 他就不会好好说呀 哦 不是啦 KK 已经非常地努力练习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擅长的和不擅长的事情 是啊是啊 修英就只会做坏事 从不会做好事啊 胖子 你说我什么 朋友们 KK也是想做好才会变成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理解他一次吧 是 是的 嗯 好 你们是那么的关心我 我去用这个强迫你们听我的话 我对不起大家 嗯 是我不好 我以后再也不用这个麦克风讲话了 嗯 不是的 我们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 现在 我才知道我的方法是错的 以后 我有建议 我会带着争吵把它说出来 现在 该我了 那 现在都听我的话 为我服务 呃 莫莫 你背着我走路 剩下的全都帮我写作业 修英 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怎么回事啊 当我的服务员吧 KK 我们回去吧 我们回宿舍吧 KK 这怎么不好使了呀 快点说一下使用方法 哦 那 那个 是不是我扔坏了 变得无效了 行了 KK 别管他了 我们走吧 KK 今天明白了一个道理 越是强迫别人听起自己的意见 大家越是不会听的 要礼貌地说出想法 大家才会友善地配合你 瞧 kach 達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了吗